近期,随俄续联军在叙利亚南部地区,战士逐渐进入尾声,续军也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攻势,以目前叙利亚的形势看,除南部正逐渐被俄续控制吧。 北部吉东北部地区则掌握在库尔德武装的手中,这一库尔德控制区域,虽是叙利亚的石油主产区,并占有蓄零土面积约一四分之一。 但由于其得到了美国支持,续军想要拿回盖地还是比较困难的。 当前,续军和库尔德武装的所谓边界,也基本按照右发拉底河进行划定。 续军在此控制的一些区域,也主要是从极端武装放在手中获得,正是鉴于此种情况。 续军就将目标,放到了续利亚的西北部地区。 续利亚总统巴沙尔阿发德,也曾在此前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,续军的下一个优先目标,就是为了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。 巴沙尔还表示,未来续军还将会拿回所有的蓄零土。 就在巴沙尔表态后不久,有续利亚媒体,就远远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表示,续军第十一装甲师,在伊德利布南部的汉西侯地区,累积了当地的反对派武装。 另外,黎巴沙尔媒体还推测着,正在南部执行任务的续军金瑞老虎部队,会在南部战事结束后北上,展开对伊德利布省的军事的行动,和续利亚积极备战的态度不同。 对于伊德利布问题,在南部和市军共同行动,德俄罗斯则态度温和。 在近日结束打俄罗斯,土耳其,伊朗三国主导的叙利亚问题第十轮谈判后,会,谈声明表示,拥护叙利亚的主权,独立,统一和领土完整,将继续把继续境内的极端组织。 不过,对叙利亚问题的解决,声明则是要推动政治解决,而这一情况其实和会前土耳其媒体传出消息相类似。 当时,土媒就表示,俄罗斯和伊朗,希望在伊德利布问题上进行和解,该地区的主导权也会交由土耳其负责。 而就当前的现实情况看,在伊德利布省被定位冲突降级区后,土耳其就在反对派武装控制区施立了12个监测点。 此外,从近日媒体消息看,土耳其也开始在伊德利布省对部分反对派武装进行驱离,土方对伊德利布省的控制也正在加强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近日,许媒还表示,中国外交官对许媒称,中国军队愿意和许军一道,在伊德利布或其他地方对极端武装贩子进行远湖打击。 许媒还仍引一名中国军事专家的话称,中旭两国间正在进行军事合作,并希望提高合作关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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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